N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伯根地人 對上斯拉夫人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那目前是1月21號 已經到了過年時刻了 那先跟各位祝一聲新年快樂 那我們的過年期間 節目也是不中斷 全年無休 只有之前比較累的時候沒有更新 但是隔天都會補兩片 那我們的頻道也快要來到了 已經半年多一點點了吧 那也是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讓這個頻道可以走到現在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的講解吧 紅色是這位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這個步兵 他步兵有這個王者四重 再來就是他的工程器造價很便宜 但是不含劇情投資機 這個是需要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他農田 最強大的能力是他這個種田速度有5-10% 所以到了這個帝王時代 這個速度 雖然也是10% 但是這個肉量夠多的情況下 他一直產田速度 可以跟波蘭的肉量是媲美的 他應該算是 應該是比高棉強一點點 但我不確定 因為我覺得斯拉夫跟高棉比起來 高棉的冰軸用起來比較尷尬一點 什麼都沒有特別強 但斯拉夫人 有特別強的東西就很多 工程器 還有這個羅斯堡壘 還有這個貴族鐵器 還有這個步兵 我都很誇張 但是高棉就相較起來 就比較沒那麼強勢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 纏肉文明來說 我心目中是第一名 纏肉最快的是波蘭 然後在斯拉夫 強度我是這樣自己定義的 當然大家可能心目中的一個 慘肉文明的盤名可能會跟我們不太一樣 那目前的盤名第一名 第一名還是這個波蘭 那第二名就是斯拉夫了 第三名還是高棉 高棉雖然一種農田 但是他冰種都沒有特別的強勢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伯根蒂吧 伯根蒂最大的特色 是他這個時代的時候 黑暗時代就可以升級 封建時代的伐木技術 那模仿也是 只要蓋完模仿之後 黑暗時代就可以升級一幾天 那這些細節喔 都是點了封建之後 馬上要去點這個一級木 跟一級 跟這個二級 二級農 然後再農一點喔 一上封建時代 馬上就補下二級木 二級農 但我覺得這樣打得有點風險 因為你第一時間 把這些資源 投資在這個科技上 而不是投資在自己的這個 兵力上 除非你已經圍好了 地圖圍得相當好耶 好 那就另當別樂 那博跟帝的話 前期為價 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只要前期有 讓博跟帝開農道的話 城堡時代 這個經濟會蠻噁心的 而且他的城堡時代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可以打 所以博跟帝來說 他的強勢時期 是城堡時代 帶到這個帝王時代的時間 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 跟看見時代 是他最弱的時候 所以盡量 博跟帝不要跟 如果你遇到 博跟帝的話 盡量封建時代 你要多跟他去打架 逼他 沒辦法穩穩的農 二級農 越晚一點 對他就越不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我們先回來看一下 斯拉夫這裡 斯拉夫這邊 石頭在上面 還不錯 有點靠後面一點 沒有再像這個 正面的果子一樣 這果子就相對尷尬一點 那黃金在下方 也OK 但是這個金礦 可能有點危險 除非他這邊 可以直接圍到下面 圍死 但這個就有點太遠了 所以如果 博跟帝打很兇的話 這邊可能要插金礦 就是插一根 料望塔來防守金礦 但博跟帝這個文明 是不太可能 直接跟你打一個 大爆麻 大馬爆 然後封建時代 打到天昏地了 通常博跟帝的玩法 都是比較偏濃的一點 不會跟你大爆農 所以這塊金礦的話 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 因為這場比賽 我也不知道細節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選擇了五個人伐木 還有三個 設定三個 加後面兩個 五個 總共五個 這邊一樣配石墨 然後四個果子 好 看我的頻道看久了 雖然你們可能沒有玩 但我一直 每一次我都會一直講這些細節 你們聽久了也會知道怎麼玩 那這個都是 比較高端的一些配置方法 那我覺得 我可以這樣一直附送 讓大家加深影響 那自己玩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這樣學習了 四個人果子 然後十個人伐木 點完封建的時候 就要這樣子 等一下封建就要這樣子 好 那這邊 博跟帝 這裡沒有馬上點這個一級農 待會可能在等木頭 好 木頭這邊 這邊是先下均勻喔 對均勻要先下 這邊可能還是會稍微防一下 但一級農 這時候差不多就可以點了 但如果點下去的話 這邊會沒有肉麻 肉麻肉會不夠 而且TC好安全 這邊就預覽兩隻了 那應該可以 嘗試按個 一級農 然後再去下個馬舟 這樣子 但他這邊是怕木頭不夠 所以沒有先按一級農 這樣子 好 那目前博跟帝的心理上的狀態 大概可以分為 這樣子的一個細節 好 那這邊木頭夠了 其實可以點一級農 那會點嗎 我覺得還是要點阿 那博跟帝不點一級農 太虧了 好 下了馬舟 房子 那可能他直接享受二級木 是不是 欸這感覺好像更有可能喔 欸真的欸 哈哈 因為通常我們不先點一級木 一級農的話 都是會直接上二級 二級法木 好 但是一級農還是有點了 OK 他的一個打法 算是比較偏沒有那麼的完美的 因為通常一級農一級木 我會一起點 那他這樣分開點的話 其實也沒差多少 因為他二級農馬上就補下了 哇 果然是這樣 一上封建時代喔 出一隻肉馬 然後就開始生二級農二級木 這樣博跟帝經濟封建時代就會很好 所以這邊沙夫這隻刺猴應該抓到了 沒問題 後面這隻村民來的比較晚 而且刺猴回舊也來不及 這一村應該是要倒地了 一刀倒死 但是這個肉馬應該也跑不掉了 原地往生 那有人會說 那封建時代一隻肉馬 歡迎村到底賺不賺 一隻肉馬是80肉 一隻村民50肉 那當然是 死村的比較虧 雖然村民是50肉沒錯 但是他死掉之後 就不會繼續採集資源了 再讓村民差距出來的話 時間一久 這個經濟就越差越大 可能你封建 死了一村 然後到了帝王時代喔 這個資源經濟量 可能會差到 一 死一村可能就差兩三百資源 甚至四五百都有可能 那這個 其實是一帝國有點算是 經濟學的遊戲喔 每一個村民都是一個複利的效果 所以你只要在沒死一村 經濟就越來越差 好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世紀帝國好玩地方也在這裡 這個村民的攻防戰喔 也是值得去研究的 好那這邊伯根地沒有直接圍死喔 那三隻肉馬一直在燒喔 這邊可能 槍兵要一直按喔 因為他這裡沒圍死 會有點難受 好那伯根地這邊第一次劍 也來抓一村 應該是能抓掉 也抓掉史阿富一村 那這樣就平手了喔 那經濟應該就不會差太多了 那伯根地的話 他的這個二級農二級木 還是有這個優勢在的 來這邊稍微圍一下 喔下方終於圍死了 那上方伯根地應該會繼續 撒田喔 專心撒田 瘋狂挖木頭 那兵的部分可能就出個三隻肉馬 稍微去逛一下 給對方壓力喔 然後順便給對手 的一個赤猴 去追逐 只要讓他的赤猴 一直沒有在家裡繞的話 那他的目的就做到了 伯根地現在目標是這樣子 好這邊農田繼續殺 這邊會撒到幾片田呢 喔已經14片了 那這邊差不多14片到15片田的時候 我都會算到15片田 15片田的話就開始挖黃金喔 像這樣子 不然這個黃金上喔 會有點少 好這邊亮光技術也補下 好一擊絕金 一擊絕金這個科技是點像城堡時代之後才會點的 好這邊四隻刺喔 想要找殘血的村民喔 好這裡的意圖蠻明顯的 然後這邊應該會直接硬達 但是後面有長香兵 但是我覺得可以收到一村 這一村沒有直接去收 有點可惜 還在追 一刀 哇來不及 直接往生 OK那這邊四隻刺猴 打兩隻刺猴 這兩隻殘血喔 特別注意喔 哇沒有先讓他把殘血拉掉 這邊先打殘血刺猴 那這樣二刺猴換二刺猴就不虧了 哇伯根地 這一波打得有點小虧 好大家還能接受 至少把對方洛瑪全部解光 沒想到斯拉夫打得偏 偏農喔 跟這個伯根地一樣 那目前看起來伯根地的經濟來說 時間一久的話會好一點喔 但是也沒關係 斯拉夫有這個農田加成 10%的速度 可以讓他追上伯根地的經濟 那這邊伯根地還點下輪軸技術 這個非常農 那斯拉夫這邊 池物可能會有點太多喔 黃金蛙的人算是7個 但是沒辦法第一次那種 跟這個800肉 同時上到 可以上資源的這個金礦量 要200斤喔 好200斤等一下 再等一下就有了 好800肉了 但是金礦還有一點點 好那這邊兩兵 應該都沒有要再打架了 斯拉夫也停兵 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總體的一人是上封建時代喔 這個村民塑 大概會在15到17樓 兩邊都灑17片田 那有些是打這個工兵開局的喔 就15片田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這邊 哇 灑到19片田了 喔沒有沒有 這邊是還有兩個人在吃果子 所以是17片田沒錯 好 但有時候我打馬國 我會灑到19片田 因為我想要馬上攀科技 像攀那個品種啊 或是耕種技術 二級攻二級防 所以我會故意田傻多一點 對 那個教學片 那時候做的算是比較偏濃的一個打法 打玩家的話 可能還是要調適一下 因為 思議帝國這個遊戲喔 你差那兩片田就差很多 這個經濟整個 支援量是不一樣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是因為 幾片田這件事情 真是會讓你的經濟 變化很大 這個是玩這個CD 我最需要注意的事情 這個農田的數量 在什麼時間點喔 要灑多少田 是非常嚴格把關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邊 薩夫第一時間 是出了幾隻騎士之後 馬上轉出了重裝長香兵 伯恩帝這邊 反而是直接出騎士喔 開始然後直接送到城堡 看一下三級伐木 那有人會說 那這邊該不該點這個三級龍呢 我的個人看法是 可點可不點 你不點的話 好處就是 可以更早一點喔 出這個奇兵龍 出去騷擾 那木頭的話也是會多一點 而且這個木頭 在城堡時代 省下來的話 你可以早一點 開TC出來 所以我覺得 三級龍沒那麼重要 你可能點了帝王之後 真的支援太多的時候 再去點三級龍就好 三級龍並不是一定要點 但是三級伐木 我覺得 有限也是會不點 但我個人還是會點 但三級龍就沒那麼絕對了 好 那射箭長點下了 要把這個射箭技術 絕世好見 增加一擊射 這邊是想要增加這個TC的傷害 要轉弓兵呢 但我覺得不可能 佛根蒂轉弓兵 沒什麼好事 打生旅戰就夠了 兩個修道院 OK的 這邊找一下 直接找到了一隻騎士 直接原地被戳死 這邊過來稍微著想一下 佛根蒂的騎士 已經快到了斯拉夫家 但斯拉夫這邊有僧侶 好 替時間做刀翔 應該可以找到一隻 好 那兩邊的話 這個狀況就是 你農我農 大家都用這個僧侶防守 大家就不會一直想要抱歧視 反正是會比較偏向於 開農的狀況 我自己打的時候也是喔 看到對方雙修道院 我就不想出騎士了 我就開始慢慢 有空 就按幾隻漏馬 然後升級輕騎士兵 然後開始存落馬 然後他敢 他只要生旅趕出來 我就輕騎士兵上去包 這個是比較常規性的打法 但他這生旅一定會出來 會不會減這個聖物的關係 所以一定是會出來的 好 這邊找到了一隻長槍兵 兩隻 這邊放下了聖物直接原地 招翔再把這個長槍兵給招回來 但這隻刺頭想要做壞壞的事情 但是沒壞到 好 這邊長槍兵互相傷害一下 欸 這邊騎士 是不是沒有空直接跟長槍兵開打 好 那後面有僧侶 持續想要來做一個輸出 招翔的動作 這邊稍微把這個騎兵 往後拉 生旅 直接被長槍兵開戳 哇 這邊一隻騎士都沒遭到 最後遭到的是一隻長槍兵 好 這隻刺頭應該可以砍掉一隻生旅 哇 這幾部攻防戰看起來 斯阿夫略勝一場 斯阿夫這邊 控兵控得很好 這幾隻騎士都沒被著想到 蠻關鍵的 這應該能招到嗎 欸 沒招到欸 直接原地倒地 好 但這邊生旅數量有點誇張喔 四隻 雙修道院產生旅速度就是快 這邊補下了這個神聖思想 來增加這個生旅的 坦度喔 那只要生旅血量變多喔 這個招翔機率就會提高 畢竟自己 可以多回一回合 那上方3TC目前看起來 經濟上來說是比較好的 但我覺得還可以考慮開到4TC 但我覺得沒必要 因為現在如果已經夠多 不如開個4級喔 怎麼來上到這個帝王時代喔 也是不錯的 那之前Biper也有介紹過 其實他們都說3TC上 帝王時代是最好的 那你點一下帝王時代之後 再馬上去開出第一次的TC 再繼續農 就可以了 好 也有這個做法 好 那伯恩帝這邊點下了 輪根制度喔 3級農也點下了 哇 絕對完全不都點了 好 那還補下這個宗教狂樂 宗教狂樂點下之後 生旅的移動速度就會大幅增加 我們帝很賭定 斯拉夫一定會打騎士喔 或是打這個貴族鐵騎的感覺 但是不知 斯拉夫人 他同時也是個步兵國 而且步兵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那這邊應該是要全走 防抗兵了嗎 欸 這邊還轉清起兵喔 這邊再偷偷轉清起兵 然後採用兵一直出 好 僧侶稍微過來 組織一下對方騎士拆架 好 伯根帝也打得蠻懂的喔 那目前聖物的戰爭是伯根帝拿到了4顆喔 聖物 那斯拉夫只有一顆喔 現在是4比1 而且伯根帝現在經濟上 都已經3級農3級木都已經有了 那帝王時代還沒有點喔 這邊點的時間有點晚 好 跟騎士過來看一下 這邊會直接開打嗎 這邊開打 上高地 好 上高地 絕地不打 後面清起兵衝出來 這邊是想要來抓生侶嗎 但生侶沒有在後面 這邊只是一個前哨站而已 欸欸欸欸 大量的生侶直接走路過來 這邊清起兵跟騎士的控法 要稍微注意一點 因為可能會直接被招牆掉騎士 但重裝長長命直接原地開戳 後面的生侶直接被清起兵砍爆 全部暴斃 後面的騎士也沒打贏 哇 伯根帝這邊大敗 斯拉夫這個戳戳挺給力的 哇 居然戳癮欸 加上一些騎士喔 那第一時間用這個清起兵 去後面做一個輸出 那伯根帝完全沒有保護自己的老頭 有點衝動了 如果伯根帝那波騎士往後退的話 也不會被這場上兵戳中 而且還可以守護一些老頭 雖然可能也不會完全救下這些老頭 但至少可以召喚對方的單位喔 一些場上兵啊 或者是對方騎士喔 都有機會的 伯根帝這波可能 突然打起來 他也可能也撒住了 沒有第一時間反應過來 要這樣打才比較好 這邊清起兵過來 哇 這邊清起兵把老頭解決之後 還可以再砍這些村民 好用好用 這邊還是繼續出生率 出生率抵抗騎士就是好用 出了幾隻一定不虧 好 這邊升級了重裝長槍廟 這邊並沒有存資源要來點遊俠 這讓我蠻意外的 通常第一時間伯根帝上帝龍時代 會點東西就是遊俠 但這邊不點遊俠的一個顧慮 應該是會怕對方出貴族鐵席 因為他如果真的出貴族鐵席的話 伯根帝這邊確實也不好打 看史達夫人這邊是要走一個步兵路線的感覺 這邊再升一些步兵科技 肉馬繼續出 這邊城堡慢慢蓋出來 把第四個TC補下 村民都116了還繼續補TC 好 那村民宿兩邊其實都差不多 目前差五吋而已 但經濟上看起來 史達夫是更好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伯根帝這邊經濟科技上得更早 而且史達夫人三級農三級木也沒點 但我覺得應該是這邊剛前面交換 資源交換交換得蠻好的 騎士都收掉了 生侶也是 可能是生侶死太多還有騎士喔 導致伯根帝看起來基金有點慘 哇 這邊均勻蓋的有點多 9均勻 這邊開始工程 直接躲掉 伯根帝還點三級射 這個 這個射 應該只是要生 TC跟城堡的傷害而已 不可能吧 伯根帝打工兵 這個應該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太瞎了 應該是 要打也是打火槍 火槍 很好用 他的火槍 攻擊力還增加25% 17加4的傷害 21共 伯根帝帝王打工兵 就是 世界奇景 好 斯拉夫這邊點下 擊兵的升級 還有板甲技術 鋪衛技術全部點一下 好 該點都點了 斯拉夫這邊步兵 要開始強大起來 最後再點個王者四重 這邊擊兵就可以開始無雙了 先點下羅斯堡壘 羅斯堡壘點下直播 斯拉夫的一個城堡 造價就會非常便宜 我們之前的影片 有提到過 斯拉夫的羅斯堡壘戰術 非常強大的 直接把地圖擦滿了城堡 控圖超強 然後再搭配自己的工程器跟級兵 完全沒有對手 人家出弓兵投石器砸一砸 人家出火炮 貴獨且學衝一敲 多奇級兵 落馬呼吸砍 都沒問題 斯拉夫這邊直接引自排開 兩邊血量都掉得很快 但是這邊伯恩帝 損失比較慘重 因為這裡並沒有三級 三級弓也沒有 雖然斯拉夫也沒有 但是要上了你壓 這一波交戰 斯拉夫決定 撤退了 哎呀 居然打輸了 想把這個九居贏 實在太快了 但是城堡也換掉了 看來有沒有 這三級防 看來不是那麼的重量 畢竟這個三級防 只會加一點的近戰防禦力 並不會加到二防 二防是加遠防 但是這邊點下了王者四重 王者四重 這邊點下之後 騎兵就擴散效果了 這邊 騎兵互打 待會畫面就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這三隻火炮 要怎麼解釋 也是個問題 斯拉夫決定 不把這個騎兵 鎖在家裡 而是選擇去對方家裡燒 哇 這邊王者四重已經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血量掉的多快 這邊直接擴散傷害 哇 你看上面這個血量掉的很快 擴散攻擊 血量掉的很誇張 上面全部殘血 但是這邊後面還有羅斯堡壘城堡在做一個射擊 OK 上面解的輕輕鬆鬆 正面這個火炮只被解掉了一台 哇 這個騎兵很痛很痛很痛 平平都是騎兵 斯拉夫的騎兵跟鬼一樣 哇 很痛 真的很痛 這個傷害應該一隻跟騎士差不多了 甚至比騎士還好強啊 這個騎兵 這個血量都會慢慢掉 圓敏沒有被打的騎兵也會扣血 這就是王者四重的威力啊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了嗎 欸還是蓋起來了 但是後面有距離頭司機在砸 就算蓋好好像意義也不太大了 應該很快就可以解決掉了 後面還有騎兵繼續在輸出 哇 這個聰明血量直接飆到0低 全部原地倒地 後面的重裝騎士 騷擾了一波 可能一些村民喔 地上有一些藍藍的衣服 這些騎士們也是做了很多事喔 這裡也是 當我們在看中間這邊互打的時候 斯拉夫做了很多操作 好那這邊 倒彈血也已經點下 那值得一提的是喔 這個伯恩帝的火槍 倒彈血也是吃不到的 但是城堡是可以的 這邊城堡 可是他現在用城堡防守好像有點困難喔 可是他現在用城堡防守好像有點困難喔 因為這邊 這邊要對付5巨頭 城堡要守有點困難 除非用這個火砲 能砸到很多東西 這邊急兵直接上去 想要來阻止對手的火砲 然後過來點自己的巨頭 這一坨急兵看起來就是要過去送的 OK 第一時間硬戳掉一台火砲 第二時間 還在對這個地面原地輸出 但火砲直接衝到了前面 要被戳掉了一台 第三台也被戳掉 正面的急兵對戰 看起來有點慘 哇這邊直接全部倒地 五巨頭變成四巨頭 但是還在輸出 這邊急兵還在互打 但打到後面 還是斯拉夫的急兵又贏了 第一波雖然是伯恩蒂的急兵打贏 但現在斯拉夫 開始在轉手為攻了 那伯恩蒂為什麼 開始在點一些奇怪的科技了 火防水車 火槍出來了 火槍這傷害很高 21攻 好這邊 稍微甩槍一下 OK這邊全部解掉 後面急兵還在繼續輸出 左邊這邊敲的有點久 他沒有拉幾隻急兵續解 反正是用車輪來修一下 如果說我話我會先拉個幾隻 兩三隻續解一下 但應該是有點忙不慣了 因為現在斯拉夫忙著控除 等於螺絲包雷差的有點多 三個 而且中型頭司機也研發好了 火車一出來火槍也會很難受 好現在斯拉夫最強的時機來了 帝王時代 中型頭司車 配上大吉兵 提示想過來拆 頭司車就會被吉兵戳爆 火槍想要來打吉兵 就會被頭司機給砸爆 但是缺點是斯拉夫 是沒有火炮的 印象中是沒有火炮的 是這邊砸一下 好痛啊這個頭司車 這邊還有點下的工程的工程師 射產還多一點 這邊火槍直接硬點掉 這邊再來點一台 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司機能有機會拆掉嗎 應該是沒機會喔 後面秀村民其實很多 然後這邊巨頭也快被射光了 好第二頭頭司車過來 欸 有第一時間反應過 看到後面有一個奇怪的東西走得過來 砸 B陣 但B陣就投入到了吉兵的回報 哇 後面再來一發 全倒 這一頭工 槍兵直接倒地 喔喔喔喔喔 博冠地壓力很大 怎麼打怎麼打 火槍被封印 火槍被封印 再砸一發 所以找到自己的擊兵 但這個傳暴沒有資源可以修 這時候買賣一波 買了三百石頭 哇這邊也開始打村民 好這邊莎夫 擊兵控得很好 數量還是很多 這邊投車再繼續炸 把挖金礦村民都已經 炸光了 那這邊火炮想要硬拆 但是這邊一直有在做一個操作 所以火炮沒有辦法很好的克制 然後這邊可能是要來偷點火炮了嗎 所以看的有點像 哇第一時間吃到這個城堡傷害 哇差一點炸到火槍 火槍控得還不錯 只有少量的一兩隻被打到而已 當然城堡移掉 斯拉夫就可以繼續進攻了 有點準 但是 中型投石車是要炸兩發火炮 正中紅心才可以 嗚 什麼意思 才可以打掉中型投石車了 很痛很痛很痛 再炸一發 哇 哇 這個投石車好猛啊 好 最近投石一局再拆家 好 這邊直接拆光光火槍射浪 火槍拆工程器 拆好拆滿 好這邊直接拆光光火槍射浪 佛蘭明革命 佛克定的革命軍直接起義 這邊肉馬騷擾 直接遇到變成疾病傷害的槍兵 這邊肉馬也在做事 雖然我們感覺是殺夫正面打輸了 但並不是因為他派很多肉馬 去這邊圖村 殺了非常多村民 村民術直接被圖了一些些 所以無人地直接用革命反擊 革命反擊之後118村 118隻的民兵直接出來 全部的村民變成民兵暴動 但是斯拉夫早有準備 對方的民兵報名策略 哇這邊砸得很痛 紅石車只要控好 這些民兵應該不是問題 這個民兵數值其實很高 75滴血 75滴血的關係 所以同時才要砸兩發 正中紅心炒一死一堆 但是斯拉夫這裡砸是不是有點準啊 不過我們覺得 博恩第有點在下水餃 那個水餃 笑得有點好吃欸 不錯喔 這邊還是搞定一頭車 再砸個一發 這邊要直接印查 嗚 倒了一堆 這邊直接進入到了城堡射程 民兵直接被射死 後方的火箭就持續在輸出 再下方的螺絲包類城堡也被擊化了 好這個城堡也直接掉了 好上方回到這個畫面 還在繼續講用攻堅嗎 火箭定義沒有帶工程器 就直接上去送一波民兵 火器到的時候 前方的革命軍也全部倒地了 民兵也全部死去 只剩下火炮了怎麼辦 哇 剩火炮跟火槍 但是沒有任何的民兵啦 家裡的經濟也很慘 雖然像是6TC在農村民 但經濟上開始 被拖垮了 已經開始沒有辦法出兵了 剩下少量的一個民兵上來 硬戳一下 我們打一發 這邊居然戳進去了 一個洞 好那這個時間點有火炮加火槍 這個組合是蠻難解的 如果斯拉夫要解的話 可能要出一點洛馬去解 那這邊好像沒有打算要出洛馬 現在這邊肉一點不太夠 兩邊持續用肉馬去對方家裡做一個騷擾 好斯拉夫這邊家裡 開始也在收村 第一時間可能要把這個城堡給解決掉 這邊還被射掉了幾隻火槍兵 感覺現在斯拉夫要打一個換家策略嗎 這個是 這個不過來炸嗎 還是要過來 OKOKOK 想說怎麼讓他這樣 平平炸掉了 這邊要怎麼做一個包操呢 還是斯拉夫直接把對手逼回去 好像也是可以的 嗚喔 這邊躲得不錯 給火槍開射 給火槍開射 欸 這邊很準 直接砸爆 哇 斯拉夫感覺有點害怕 選擇撤退 這邊伯根蒂火炮秀到一些操作 順利打爆 斯拉夫是投車 那這邊斯拉夫直接立刻停損 然後不再去找那些火炮惹事了 決定要來正面進攻了 這邊肉麻一直有出 這邊用吉尼去解下劍毒 這邊但是一出啦 還是追不到 但是這邊吉尼怎麼射這裡 馬上被戳死 火槍直接走進來 這邊臭命怎麼辦 大開槍 好 斯拉夫決定要正面攻堅 不離家裡了 這個很明顯是要換家了 這邊火炮菜術非常快速 臭命直接跑出來 但吉尼臉沒有射好 直接跑到 火槍的面前送人頭 全部倒地 正面這邊 這邊 雙方吉兵出來開敲 但是王者四重 傷很高 但是這邊 頭車是個內鬼 也砸掉自己 一大堆的一個吉兵 哇這個頭石車 等人碰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你碰不好 桑底100自損50 好 火關帝 這一波軍隊 已經深入到了斯拉夫 第二個TC 哇這邊大片農田 全部都不能種田 斯拉夫的肉越來越少 好只剩下39個人在種田 但是肉量庫存還不錯 還有2000的 肉可以做使用 所以暫時應該還沒什麼問題 但是問題是 要怎麼去解決家裡的內患呢 這一波沒解掉的話 火關帝可以無限的輸出 但現在是忙在打這面喔 沒有時間去比上面 因為他人口已經是200人 沒有辦法擠出 人口空隙喔 去補家裡的兵喔 但博關帝現在也被逼到了家裡喔 家裡大量收村 城堡一座一座的倒掉了 好 巨型頭11再慢慢往前 但斯拉夫家裡的城堡也快沒了 這個城堡也沒修 沒有資料可以修 完了 那裡城堡爆光光 這裡大片田肯定也不能農了 這邊只能到處搬家 變成有木民族 這邊還拖出了幾隻騎士 想要硬砍掉巨頭 把巨頭砍掉了耶 好像可以喔 戳一下 嗚~~nice 這邊拖掉 還抽掉台頭車 這邊點下救贖思想 可以來招搶 招搶頭子車 但頭子車第一時間反擊 直接做個招搶 確實 生女現在點這個救贖思想效果很好 直接招到了一台 好 現在拖子車的數量 用銳剪刀剩下四台 那四台的殺傷力還是很足夠的 但是現在已經進入了修道院的一個射程裡 這裡都是修道院 只能履一出來就可以招搶 第一時間要去反應 沒反應的話會被招走 哇 又被招走了 好 但是上面這個有解掉 這個沒有解 剩三台 下方又有生女出來 再解個一波 哇 直接被砸死 很可惜 這邊反應速度非常快速 該砸都會有砸 嗚~~ 又倒了一些 這邊疾病可能要先叫回來 疾病有點不受控制了 他這邊做著想 來不及砸 欸~~ 直接被砸走 綠頭直接被砸了兩發 直接殘血 但是家裡這邊也直接快要解光了 哇 這邊用頭車加肉嘛 解掉上方火炮加火槍兵的一個聯兵 那家裡這邊頭車能招到嗎 這兩台可以 哇 招到最後兩台頭車 全部頭車被招搶了回去 哇 這個還直接反派 還在砸自己的兵 但是沒砸到 給點砲 直接硬砸 看起來是要送掉 好 雖然家裡的頭車解完了 但是對手家裡的 兵老也全部送光了 這邊斯拉夫可以收復領土 但這邊斯拉夫並沒有要撤退的意思喔 還是努力在進攻 永不撤退 更多的肉麻補路過來 後面的頭車也開始往前推進 這邊肉麻加疾病直接錯過來 破槍並努力想要出 但是現在不跟地斷金 打錯了GG 繼續 哇 斯拉夫出了418隻疾病啊 哇 有點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 哇 其實兩邊經濟差不多欸 講時代的 但是斯拉夫這邊大贏喔 兩萬木頭 自己給了比較多的村民去伐木 肉的話比較少一點 但肉還是有點贏一些喔 因為伯恩帝這邊革命的關係 所以造成看起來伯恩帝的經濟是很慘 但其實是因為他革命的關係 那斯拉夫還有這個農田加成喔 所以他食物雖然配肉的人沒有配到非常多 這個60片田的都不到 大概就50片田左右而已喔 那實際上都配木頭 這裡是斯拉夫這位玩家玩得很好的一個地方 木頭多配一點喔 頭車也比較好出喔 還有這個工程器 這邊細腳兩邊都打出自己的文明特色 那伯恩帝這邊拿到是已經賺到5000多黃金喔 這個黃金量也稍微補回來一點點 但是還是不抵喔 斯拉夫的頭車大隊喔 直接砸爛的全部的兵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